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在之前讲解伊利的文章中 价值事务所有将伊利和其他一众消费龙头对比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 伊利作为带有些消费升级属性的永续性增长刚需行业 牛奶对比中国人之前 喝的米粥豆浆算是消费升级了 业绩整体还是非常稳的 卖油的卖瓜子的卖面包卖榨菜的业绩都下滑 伊利虽然增长放缓 但好歹还在增长 不过这样的增长 同茅台爸爸一比就显得不够看了 2023年前三季度 茅台分别实现营收 归母净利润1053.16 528.76亿 同比加18.48% 协档加19.09% 双双路得近20%的增长 相当于一天净赚两个亿 之前我们说伊利疫情期间稳定 但我们调个头看看茅台 还是茅台爸爸最稳定 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丢 在茅台近期的半年报中 有一个数据非常值得关注 那便是茅台的直销收入占比 在之前的文章中 所长有讲过 直销相当于茅台变相提价的一张牌 毕竟茅台的出厂价和中端零售价天差地别 但茅台作为酒厂 其实并没有吃到这里面最后的利润 截至今年上半年 茅台直销实现收入314.20亿 同比增长49.98% 直销占比提高5.37个百分点 达到了45.16% 其中 爱茅台的表现尤其亮眼 爱茅台在2022年5月正式上线后 快速起亮 EH23实现收入 不含税93亿 占贵州茅台 白酒收入整体的13.5% 市场上一直有人讲 只要茅台一直提高直销的比例 就可以一直成长下去 不过对于这个观点 所长持保留意见 毕竟线下经销商 拥有当地庞大的人脉资源 在行业企业处于逆境期时 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白酒行业多年历史 已经证明了这点 尤其是杨河 五粮业等企业前两年的改革 所以 直销占比有提升的必要 但线下经销商也不能彻底不管 两者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 既不能全部靠线下经销商 格力就是过于依赖线下经销商 以至于线上没做好 近期被美的反超 也不能只搞直销 连周黑鸭 海伦斯这种只做直营的企业 都开始加盟了 两者需要有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这其实很考验公司管理层的智慧 茅台的永续属性 想必不需要所长多讲 我们看其一直供不应求的程度 以及近期锐性酱香拿铁 有多火爆就清楚了 茅台的品牌力和号召力 在国内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只是关于茅台 市场上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未来人口下滑 老龄化加剧 大家越来越追求健康 年轻人都不喝酒了 白酒行业 未来还能继续增长下去吗 关于这点 所长觉得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欧洲 日本 美国 这三大地区的情况 尤其是欧洲和日本 毕竟他们都是人口下滑 老龄化比较严重 且酒精市场销量 整体在下滑的国家 美国老龄化并不严重 可以参考 但参考价值 没有欧日这么大 那我们就陆续看看 下面几张图 分别为欧洲 日本和美国 仔细看上述几张图 我们不难发现 在欧洲 日本这等老龄化 较严重的国家 整个酒的销量大盘 是在下滑 但超高端的烈酒销量 却逆势上涨 并且还呈现出 不可思议的量价提升事态 即销量再增长 不过价格增长得更厉害 而且价格越高的酒 涨价幅度越快 美国烈酒整体大盘销量 虽然仍有一定的增长 但超高端 也是增长最快的 整个酒价格大盘 也一直在上升 在日本 你如果参与高端威士忌 明酒投资 投资回报率 甚至会大幅跑赢证券市场 事实胜于雄辩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背后的核心原因 有以下两点 一 富人的财富增值速度 远超平均 更远超穷人 人知道 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点老子 在五千年前就告诉我们了 有钱人整体就是越来越有钱的 二 科技越发达 经济越增长 有钱的闲人数量就会越多 除了极个别工作狂 或者说创造财富的人 大多其实都是很闲的 如富豪庞大的家眷们 这些闲人 没事干 就得给自己找事干 因此 他们最热衷于社交 这样的豪门社交 一方面可以帮他们 打发无聊闲暇的时间 另一方面 也有利于他们财富增长 事业发展 搭人卖圈吗 而这样的顶流社交场合 顶级好久 自然是标配 对此不是很懂的同学 可以多看看《红楼梦》 看看一些讲述豪门的韩剧 看看舒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 是怎么形容这些有钱人 有多么无聊 多么依赖酒精和社交的 舒本华自己就是个富二代 这些闲人里 有高超精神素养 可以自娱自乐的还是少数 绝大多数都需要通过同他人社交消磨时光 所以 为什么顶级资金都喜欢茅台 因为他们实在太清楚茅台的价值了 招商证券之前有一份研报讲过 探遍全球 更知白酒好 这里额外提一嘴 所长一直觉得 在食品饮料领域 招商证券的研报 非常具备参考价值 经常会有独到的观点 招商认为 中国的高端白酒稀缺属性更强 有句老话说得好 千年老叫万年糟 酒好全品叫迟老 就是说 瑶池越老 酿出来的酒越好 当然 事实也确实如此 国内的这批高端白酒 他们的瑶池 基本都能追溯到明清年间 历史悠久 出产的产品都具备极强的产品力 并且国内白酒的发酵方式 对比海外高端烈酒 也有极大不同 海外使用液态发酵工艺 发酵过程中会添加人工培育酵母 这使得发酵非常迅猛 一般二至三天的时间即可完成 但国内则不同 我们的白酒使用天然酒区 发酵时间更长 也更柔和 一月一年不等 耗粮率更高 茅台要五斤原粮 才能生产一斤基酒 当然 这样的结果就是 香味成分更多 此外 也正是因为 我们白酒的生产工艺不同 老祖宗赏饭吃 我们的白酒 还有一个年份概念 虽然海外的烈酒 如白蓝地 威士忌 荣舍兰等 也有年份概念 但它们的年份 更多只酒体 在项目桶中沉亮的时间 当酒出了桶装瓶后 就不再具备 自我成熟变化的能力 酒的升值 主要是依靠年份和产量的稀缺 并非年限越久的酒 一定越贵 国内白酒则不同 以茅台为代表的酱酒 即使装瓶后 在盛放过程中 也会伴随着 止唇类的分解 和生物活性物质的代谢 使得酒体香气 变得更加复杂浓郁 年份酒概念的背后 是有货真价实的产品力 提升在进行支撑 所以 白酒年份越老 价格越发呈现出 指数级上涨趋势 综上招商提出 看遍全球 更知白酒好 当下的茅台 还只是在国内供不应求 随着未来中国的崛起 中国文化的出圈 就好比日韩经济崛起 日韩文化在国内流行一样 我们的茅台 也必然跟着中国文化的出圈而出海 到那个时候 抬高茅台价格的 就不仅仅是国内富豪 而是全球富豪 喝茅台的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 而是全球人民 国内供不应求的茅台 会在全球富豪的竞争下 进一步供不应求 价格的提升 势必比当下来的更快更猛 因此 未来的某一天 也许茅台的增长会突然加速 酒吧 我咱们少了 吃点 我咱们少了 这一步 让我变成